在施大开了35年的 散香严肃鸡 近两年将触角往外升 不仅今年暑假 在西门町开了新分店 就连松烟成平也进驻 不过就在期满将近一年时 决定撤出 会是不是还要撤了 对啊 就在这里办 根据了解 进驻商场 除了原本的食材与人事成本 就占了将近75%外 还要再加上 每个月的保底抽成 以及管理费 大约也占了20% 而实际来到松烟成品 美食街人潮确实显得冷清 但当中主要原因 恐怕还是跟严肃鸡的餐饮性质 跟商场一夜时间有所不同 卖场在平日的时段 平时10点以前会有很多客人 但是我们以前在街边店 比较锁定的是10点以后的客人 问题就是在于说 我们的商品 比较适合宵夜时段的客群 对 所以这是我们要调整的部分 细算一下松烟里的开店设备 虽然能省下百万元 但一夜时间早开又提早打烊 抽成还不像街边店 有固定店租 大约占了营业额的18%到20% 赚得多也抽得多 还得另外再收水电管理费 都是负担 我们有跟楼馆有讨论说 我希望给我们一个调整的时间 明年会开始再重新进去 例如说做一些比较适合卖场客群的餐点 例如下午茶或是正餐时间 而其实今年3月底 在松烟进驻超过5年的连锁道合乌龙面 就悄悄离开 包含2013年落脚松烟的五宝春面包 同样也在5年后撤柜另辟战场 除了租约到齐的官方说法外 恐怕人潮不如预期 以及高王租金都脱不了关系 这程序先为台北报道